哈喽大家好又跟大家见面了 那么今天做的一个vlog 就是用这样一个数码后背的一个第一人称的一个接拍 还有我的这样一个用这个相机用了这么多天的一个接拍的一个使用体验 那么整体上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喜欢这样一台相机的 而且我也用的非常多 那么最近大家也知道北京有了沙尘暴 然后沙尘暴之后天气也很好 然后我也专门去沙尘暴就上班的途中去拍了几张照片 然后用的是insta360 GO第二代那样一个很小的我之前开箱的那样一个相机 那么后面会说这个相机是不是适合做第一人称接拍 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去看一看 那么沙尘暴之后然后就迎来了蓝天 那么在蓝天的时候我也去公园去拍来拍 就是在公园里的老人跳舞的一些人 还有一些小孩 总之呢就是在各种各样的接拍场景呢我都尝试过 那么我们先话不多说先去看看第一人称接拍的一个视频 然后再去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相机的我的一个接拍的使用体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you got a smile so vicious that i know i'd let it be but it's heat babe burning in and up and out my soul gasoline babe but you don't know you're so uptown uptight white light and a bottle of wine anyway is that gonna make you feel all right all right i can't drink you off my senses i can't chase you off my trail because the getting is good in my neighborhood where you know that you can never fail such a scene babe black boots and a bottle of shine and you can't get that right so do you guys decide you can't do anything i'm gonna take a look at you all right all right like that so doing it okay okay oh i'm going to die it's good so i'm going to die okay all right you're not going to die we need great Zither Harp 那么在接拍的过程中 很多人都会问我 怎么使用来卡的M镜头 去手动对焦 包括用这样一个镜头 去手动对焦 其实在我很多的Vlog里面 也去段段续续的 去跟大家讲过 而且每次我也去 跟大家聊过这件事情 其实手动对焦 包括固焦 并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我相信大家可以 从低人称接拍里面 可以看到 我自己是在这台相机上面 是用了放大对焦 我觉得放大对焦 并不可能 让你非常非常准的 放大到那样一刻 就是人的这个脸 然后马上你就可以去拍到它 因为人是在动的 前后左右移动 所以用这台相机 因为它中画幅 它的景深会稍微 就是这个范围会窄一点 所以还是比较困难的 就不能够 肆意的去孤交去拍 而且它的快门 也是有一些延迟的 所以更多的时候 也是需要用眼睛去构图 也是我反复的去强调 你要用眼睛去看 而不是用后面的屏幕去看 当然这台相机 你用屏幕看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你要放大对焦 那么放大对焦的时候 你觉得大概准了 然后在这个光圈范围内 比如说F8 我觉得至少有一定的误差 就是一些景深齿的 这样一个刻度的差 然后在我非常了解 这样一个景深误差的时候 也是就是说自己的手感 眼感 这些我都非常自信的去按下快门 所以我能够得到一些不错的照片 说白了就是你估一个大概 然后自信的去甩G 就是像如果你玩过什么CS 或者是什么和平精英的话 你就知道甩G 对吧 就是你用狙击枪就甩就好了 你不能够去要求 你在画面上看的是非常精确的一个 非常锐的一个画面 然后你再按快门 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所有的东西就跑掉了 特别是像这台相机有非常严重的快门延迟 就是你按下的快门那个时候 和你看到的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你必须要有体感 手感和眼感 这么说起来还是说的 就希望大家看到我的Vlog 不要买这台相机 如果你自己是做好了 我要攻坚这台相机 我要学会这样的技术 然后我自己非常乐于去体验 这样的一个手动对焦 和这种非常难度的一个感觉的一个乐趣的话 我觉得这台相机是没有问题的 它一定是能够给你非常快乐的感觉 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的话 如果你对这个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我建议你千万不要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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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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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那这大概就是今天的一个网络分享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的话呢 也欢迎在下面去评论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 那么我们今天的vlog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